罗伯特·奥本海默·Walbert Appenheimer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,被誉为原子弹之父。 他于1904年4月22日出生于纽约市,在哈佛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物理。 1939年,他加入了曼哈顿计划,负责领导洛茨·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。 该实验室负责开发第一颗原子弹。 奥本海默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,他对原子核物理有着深刻的理解。 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,他能够在洛茨·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聚集了一支才华横溢的团队,并在短短几年内开发出第一颗原子弹。 1945年,奥本海默亲眼目睹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。 他被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震惊,并对自己的参与感到深深的歉疚。 战后,他成为核不扩散的积极倡导者。 他还担任美国能源部顾问,并帮助发展核能和核武器控制。 1967年2月18日,奥本海默因癌症去世,向年62岁。 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。 他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早年生活,奥本海默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。 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,他的母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。 奥本海默从小就对科学感兴趣。 他于192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,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。 毕业后,他前往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, 并于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,学术生涯。 获得博士学位后,奥本海默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, 并于1936年成为教授。 他同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任客座教授。 在学术生涯中, 奥本海默主要研究原子核物理。 他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, 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。 曼哈顿计划 1939年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。 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。 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原子弹的秘密计划。 奥本海默在计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他成功地领导了一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, 在短短几年内开发出了第一颗原子弹。 战后生活。 1945年, 奥本海默亲眼目睹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。 他被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震惊, 并对自己的参与感到深深的歉疚。 战后, 他成为和不扩散的积极倡导者。 他还担任美国能源部顾问, 并帮助发展核能和核武器控制。 1967年2月18日, 奥本海默因癌症去世, 向年62岁。 1967年2月18日,